在哪 Milky Lab的Led Cream Wearable Breast Pump 大家好,我是应太太 今天又是我的开箱影片 我的开箱影片今天是有关这一个 是一个新型款式的breast pump 就讲回我的个人经历 我第一胎的时候自己买了一个手动的breast pump 但是手动的breast pump 对没有经验的妈咪来讲 除了是帮到手软以外 其实对我帮助没有很大 所以我第一胎跟第二胎的宝宝 其实蛮可怜的 因为他们没有喝到很多我的母乳 然后第三胎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个电动的breast pump 电动的当然比手动好了 就不会一直讲会帮到你手软 不会很累 但是电动的呢 其实我也是喂大概两个月 就是产假过后 回到工作岗位过后 我就没有再继续喂了 因为我要带那个电动的帮出去 然后每天想到带进带出 Raya Store那个milk 很多东西一带对咖啡这样 所以是没有做这个步骤 他们只喝到两个月的母乳 也是好不没有啦 所以你看现在越来越先进了 breast pump已经发展到只有这个size 我是觉得很方便 然后很轻 所以这个就是shapy milky lab breast pump 这个是开关 这个是mode 我知道它有两个mode 一个是massage的mode 一个是pump奶的mode 因为massage的mode 我觉得也是很大帮助 因为我们会乳奶嘛 就是奶塞 然后会不舒服 会很硬 如果没有massage 没有通乳的话 它会变石头奶 然后这个加减 应该就是它的力度的大小 我开 我拿钱一点每天 其实没有很大声的 比起电动一般的之前我用的 这个算是很小声的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下大速度 然后我 真的是没有很大声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个盒子里面就是有 这一个breast pump 这些是它的spare的pump 然后有一个usb充电器 再来还有一个这个内袋 这个就是它的manual 所以它的parts就是这样多 就这样简单 刚刚开了这里 青色的这盏灯 就是battery indicator 就是给你看 现在的这个电量是多少 然后这个就是level 我加减的时候 它会上下增加的 所以它的level一共有五个 有五盏灯嘛 12345 然后这款shapy milkylab的grass pump 叫bearable breast pump 主要是因为它就可以直接塞到你的那个 哺乳的内衣里面 然后直接在那边pump 所以简单来讲它也是hands free 所以因为它是充电的嘛 它是virus 而且真的很轻 我拿在手上 我相信如果是放在内衣里面 你应该是不到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所以这里整个盒子的包装已经有讲了 它是ultra silent 然后另外就是充满一次电过后呢 可以耐五个小时 意思就是哺乳的妈妈没有借口啦 现在是可以随时随地就可以pump奶了 那时候的借口就是因为我要带很多东西出去 所以就很麻烦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发明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它的材质呢它的材质是dbf free的 这些就是食物级的food grade的啦 因为是放进去嘴巴 宝宝喝的奶 我看到它这边有写它的net weight是228g 所以也是超方便的 这里有写24mm的silicon 然后我们来开一下 哦就这样 登登 这个要怎样开呢 哦 啊 这样就猜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的摩托 就靠这个 太夸张了 这个就是充电口 找到我也很想再哺乳一次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cup 这个就是里面的鱼哥 还有这个waf 这个刚才它有给多一个的 所以这些就这样而已 全部都可以拆 然后方便清洗 哇 现在的妈咪太幸福了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本来 对 然后就对准这个头 就是你要把那个奶store在这个cup里面 然后这个就放进来 诶 这样的 哈哈 哈哈 好啦 其实单单只是这一个这么轻的breast pump 已经是很方便了 所以如果你要更方便的话 其实买一堆也不差 就是一堆左右 真的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真的是很轻 妈咪没有借口 就是说 bump奶很麻烦啊 然后在外面bump不到啊 其实这个真的是随时随地 可以给你宝宝最好的营养啊 然后这个storage cup呢 是可以装150ml的奶 如果是bump好过后呢 直接就unplug这个摩托 然后从这边 这个口就可以倒出来 或者是你要的话 直接开也可以倒出来 进你的milk bottle啊 或者是你的那个storage bag里面 我是觉得我身边朋友啊 我的妹妹啊 如果要再生的话 我一定会推荐她用这样的 真的是省心很多 好消息就是呢 厂家说如果是买一堆的话呢 会有优惠 至于是什么优惠呢 请留意这个video的caption 或者是留言书 我会放那个link 还有它的promotion 好了 我的影片就在这里结束 希望我接下来 还会继续介绍更多好看给你们 如果喜欢的话 请like and share 然后别忘记subscribe我的facebook 跟youtube channel 应太太 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